身穿後外套的男子盯著石椅晃來晃去 沒多久彎腰 不知道在弄什麼東西 一下坐下來 一下子又起身 幾分鐘後 遠景貨爆有東西燒起來 趕到現場查看 立刻滅火 起火點就在新北市汐止車站前 一團雜物被燒得焦黑 怎麼沒事會燒起來 遠景調味監視器找真相 發現這名後外套男子很可疑 在附近抓到人 原來這把火就是他點的 嫌犯在汐止車站的出入口 點火焚燒雜物 他聲稱是要煮泡麵 但警方到場根本沒看到泡麵 而且發現他點完火之後 是直接離開 因此不采信他的說法 這名55歲零星男子 在石椅下焚燒廢紙和煙蒂 他聲稱是要煮泡麵 但警方跟他說超商 只有熱水可以使用 而且根本沒看到他的泡麵 要他解釋他也解釋不出來 認為根本是藉口依法送辦 根據統計今年一到三月 全國火警案件分析 煙蒂引發的火事 將近一千件 故意縱火七十四件 玩火釀泉意外也有十件 這回嫌犯雜物燃燒的地方 是人來人往的車站 屬於公共區域 幸好沒有釀成傷亡 或是引發更大的火事 當街點火 說是想吃泡麵 理由似乎真的有點前腸 TVBS新聞連用 是李傑郭穎 新美食保的